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十二生肖,我们自小就背得滚瓜烂熟 它是我国特有的优秀文化,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我们的祖先用十二帝之配属十二种动物来纪念,称其为十二生肖纪念法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十二年轮回一次 这种智慧被沿用了上千年,深受人们推崇 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星座,但也一定知道自己的生肖 每个生肖的人都有各自的脾气性格 不同生肖的人,运数、性格也不尽相同 生肖鼠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鼠鼠的你精灵聪慧,开朗坦率 你很重感情,只要是认定的朋友,都会真心对待 从来不喜欢和人主动套近乎 也不是谁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 认识你的人觉得你很简单真诚 而不熟悉你的人觉得你很冷淡 你不喜欢和人解释,懂你的人自然懂 在感情上容易迁就对方 而太迁就容易贯出不懂珍惜的心 所以你总是要吃感情的苦 不过没关系,你要的从来都不多 简单的幸福就很满足 即使生活再难,也能把日子过成诗 生肖牛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如子牛 鼠牛的你敦厚坚毅,深情专一 你做事踏实肯干,从不投机取巧 此外,你是个很练就的人 对待感情特别的专一 容易急脾气,有什么说什么,藏不住事 有时候会伤害身边最亲近的人 但是事情过后,又非常的内疚 其实你的内心非常的柔软 只是不好意思讲出口,都藏在心底 对感情很专一 做任何事都有自己的坚持 假如认定了一件事 不管别人觉得值不值得 只想把它做到最好 非常的有责任心 生肖虎 龙盘虎聚帝王舟,弟子金陵访顾秋 属虎的你敏捷灵力,稳重可靠 虎是山中之王,所以你具有领袖气质 你非常有原则,说话一言九鼎,绝不更改 你懂得很多人情世故,但是最不喜欢趋炎复事 也不喜欢太圆滑的人 稳重是你给别人最深的印象 遇到问题时,你也总是很乐观 总是以最好的精神状态去解决问题 你热情勇敢,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 而且你这种精神很容易感染身边人 让氛围变得很活跃 生肖兔 净若处子,冻若脱兔 属兔的你机灵聪颖,感情细腻 你给人的感觉就是安静 但其实只是不熟 总是让人琢磨不透 有时候也喜欢热闹,跟一群人聊天说话 但是更多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人待着 但你心肠善良,心思细密,懂得体谅别人 你非常会说话,所以特别受人欢迎 在与人交际时,你总是风度翩翩 是一个非常受别人欣赏的人 生肖龙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属龙的你目光高远,在胆识气魄上胜于常人 你是天之骄子,所以自带贵气 你性格直爽,为人坦诚,不喜欢搬弄是非 凡事都希望做到尽善尽美 你给人的感觉就是精力充沛,体魄强壮 你朝气蓬勃的样子,也经常让身边人感到很舒服 如果宽厚对待身边人,余生将会浮运不断 生肖蛇 简尽寒之不肯欺,寂寞杀周老 属蛇的你天生神秘,气质文雅 你总是给人一种神秘感,但其实只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做感兴趣的事情,其实很好相处 而且你天生聪慧,遇到事情总会冷静分析,但有时候也会钻牛角尖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耐心地予以开解,你也就豁然开朗了 你总是给人的感觉很文雅,疏离的感觉 所以你不会太主动去结交一个人 但喜欢你性格的人,一定会来主动结交你 生肖马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属马的你洒脱豪爽,向往自由 你给人的感觉是脾气很温和,很好讲话 从来不会轻易发火 但是一旦发起火来,就是真的生气了 不爱记仇,从来也不会在心里盘算谁 但谁好谁不好,心里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 很重情义,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 只要自己能帮忙,一定不遗余力 你热爱自由,向往广阔无垠的天地 而且你很有才华,纵然现在没人发现你的好 终有一天你会遇到自己的伯乐 生肖羊 暗淡清黄体性柔,情书记远之相留 鼠羊的你心地善良,温柔体贴 在众多的鼠羊中,你是最负温情的 脾气比较好,不爱生气,也不喜欢计较 所以总是容易交到很多朋友 心地比较善良,很简单,一点小事就能开心半天 不计时,所以容易感觉到快乐 但是也容易让人觉得没心没肺的 很希望能被保护,但常常是一个人 生肖猴 莫到山僧无伴侣,弥猴长在古松枝 属猴的你活泼好动,机智过人 你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有想法 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 不开心的时候,也不会表现出来 喜欢逞强,但坚强久了也会累 也想要安慰 喜欢浪漫,向往自由,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 猴与猴同音,有辈辈封猴的意思 所以属猴的人命里藏金,一生好运不断 生肖鸡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生天下白 属鸡的你勤劳率直,人缘很好 你的性格很有魅力 很多人都喜欢跟你做朋友 情商高,别人有什么问题 也喜欢跟你交谈 总是能成为别人的结语化 可是只有自己知道 你常常能开导别人 却无法开解自己 不懂甜言蜜语 也不屑巴结谁 只喜欢和人交心 一旦认定了一个人 便会推心致富,毫无保留 如果你是属鸡的人 请好好夸夸自己 如果你有属鸡的朋友 请好好珍惜 生肖狗 契约无依 与子同袍 属狗的你富有正义感 灵敏可靠 你为人仗义 总是喜欢路见不平 拔道相助 所以你身边总是聚了很多真心相交的朋友 你也比较容易知足 不喜欢勾心斗角 也讨厌麻烦 只想简简单单的生活 但你有时候也很固执 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 为此吃了很多苦头 你爱憎分明 喜欢就靠近 不喜欢就离得远远的 绝不会虚情假意 有时候得罪了人也不知道 可是没办法 这就是最真实的你啊 生肖猪 因过竹苑逢僧化 偷得福生半日闲 属猪的你乐观善良 为人随和 你是个天生的乐天派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往好的方向去想 不会长时间沉迷于悲伤的事情里 聪明却不显摆 从来不随意地指责别人 对任何人和事都很能包容 就算被人欺负了 也想着算了吧 这不是怕事 而是得离也饶人 不想跟你计较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饭懒 偷得福生半日闲最有意思了 从来不想要多大富大贵 觉得一屋两人三餐四季 就很幸福 这样的人很有福气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 那说明你很会交朋友哦 十二生肖 十二个月份 十二种人生 十二种性格 你是哪一种呢 快来对照看一看吧 不想要多大贵